担任门场比赛的裁判是大成敦先生 有请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四川卫视 峨眉传奇世界格斗冠军赛 第九站成都站的比赛 我们现在在四川大学体育馆 我是杰硕员东尼 我是董江涛 现在进行的是男子70公斤级的超级战 来自红方选手是来自亚美尼亚的马拉特 男方选手是来自澳大利亚的斯蒂芬 斯蒂芬来自澳大利亚 打法呢 我们看他的这个身材啊 就是粗状矮状型的身材 所以他的那个拳法 包括腿法的这个杀伤力啊 都很强 马拉特啊 我们就不用说了 是当今这个世界级 就是排名前几的最为突出的一位选手 马拉特 双方上来之后 好这个是第一分前手刺拳 马拉特的这个拳法报价非常防守非常严密 看他的拳法报价是直接放在自己太阳穴上面的 所以面对对手的无论是拳法以及团腿法的攻击啊 我们看刚才这个马拉特的躯臂防守 两类及头五包包括下巴 太阳穴都在自己的保护圈之内 是的 所以马拉特一般面对对手的这个拳法的进攻啊 压力应该没有多大 而且双方的摇闪做的都非常到位 虽然这个我们看马拉特在身高B站上要优于这个斯蒂芬 但是我们看马拉特的战术的一直是趋避双手 趋避防守步步紧逼的一个状态 相反的这个斯蒂芬呢 反倒在进行的一些游离的一些步伐联合的一些就是迂回的一些战术 双方呢 打到现在中进距离的拳法对攻比较多一点 看这刚才斯蒂芬做了一个拳法摇闪的一个动作 因为个子比较矮 所以这个马拉特的拳法进攻啊 哦 这是一个摆拳之后身体侧散过来的一个紧接的一个高扫 这是典型的踢拳里头一呃的一个很容易就是直接摆拳加高扫的一个动作 是的啊 杀伤力还是非常大的 特别是对像斯蒂芬这样身高矮于自己 而且又经常进行摇闪的动作的时候 这个马拉特在进行拳法进攻的时候会 哦 杀伤才把大红尊攻击了比赛 啊 这比赛就这样结束了 针对像这种身体比自己矮又经常进行摇闪这个 左闪拳法这么这种进攻的马拉特会 刚才就特别明显